《紅白狼瘡》 《紅白狼瘡》在香港是不常見的 《紅白狼瘡》的發病率在香港是萬分之一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比外國人的發病率已經算高 以及患病的嚴重性亦比外國人高 以至乎香港或者在東南亞地區 《紅白狼瘡》是比外國嚴重的 為什麼叫《紅白狼瘡》呢? 因為在幾百年之前在歐洲 很多不同的面的瘡叫做狼瘡 因為當時的形容是被狼瘡回了之後 臉的紅疹就叫做狼瘡 所以當時很多不同的瘡都叫狼瘡 但是時至今日一講《紅白狼瘡》 基本上都是講我們現在的SLE這個面移動失調的問題 但其實還有很多狼瘡現在仍然有這個病 譬如肺結痕 肺結痕是某一種瘡都叫狼瘡 不過為了不會撈亂 基本上現在都很少用這個狼瘡來形容 所以一般的紅白狼瘡就是SLE的紅白狼瘡 而紅白狼瘡分為兩類 一類就是皮膚的紅白狼瘡 簡單就是紅白狼瘡 另一類叫系統成紅白狼瘡 皮膚的紅白狼瘡就是各種在皮膚 只在皮膚上發炎 但系統成紅白狼瘡進入了系統 即是親戚不同的系統都會發炎 譬如關節 譬如腎臟 譬如血液系統 那些叫系統成紅白狼瘡 有幾多人會比較容易有紅白狼瘡 第一,我們知道免疫系統和體質有關 而體質就是基因 當父母或近親有紅白狼瘡 他們患紅白狼瘡的機會就會比較高 第二,當他們身體有不正常的紅白狼瘡抗體 譬如他們驗身的時候 他們驗身體有一種抗是抗體的 子體抗體 如果他有這種抗體 發病機會當然病人會比較高 第三,就是女士 我們發覺女士和男士發病機會是9比1 因為女士有女性荷爾蒙 所以他們發病機會 尤其是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發病機會比較高 但到停經之後 發病機會又會跟男士差不多 因為他們的女性荷爾蒙在兩年下降 這三類的病人發病機會就會比較高 但我們知道 有剛才的先天的因素 不會每個人都發病 我們知道有很多厚的因素 會激發病發出來 譬如曝曬 我們知道抗是抗體 為什麼會形成呢 就是因為紫外光 照射我們的身體 導致細胞瘡受損 我們身體就會有些抗體 攻擊細胞瘡 導致抗是抗體 所以曝曬 就會導致10個入面 有一個紅白狼瘡發作 第二,就是荷爾蒙 包括他本身是女性 包括他懷孕的時候 女性荷爾蒙變化 會導致容易發病 或者他吃女性荷爾蒙 都會容易發病 第三,就是一些感染 我們的免疫系統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自體內壽性 其實我們的身體 會認出我們身體的細胞 是我們自己的 不是外物的 不會予以攻擊的 這是自體內壽性 但有時感染會擾亂 如果感染那種的致病原 跟身體內壽性的蛋白質 差不多 就會搞亂了 認錯了身體內壽的器官 是外物 那就予以攻擊 所以一些感染會導致發病 第四,就是情緒 情緒會導致身體免疫不平衡 會發病 這也是很常見 所以有很多外罪因素 會導致發病 如果我們能夠有壓控制這些因素 其實發病的機會會降低 有期間